家人们小赞在疯狂点起来 把视频顶破天 马上开始你朋友的美食之旅 我知道你们都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为什么总是在上厕所的时候 刷到这个视频 那是因为你正在和视频里制作一样的东西 是这该死的缘分让你们再次相遇 老哥店里的食物主打天然绿色 通过食物内部的生生相克 让顾客吃完不仅魂不守舍 还能同时感受来自下半身的汹涌喷射 老哥首先往锅面上倒入马沙拉调味 接着再撒入一堆青菜配料 再来点姨妈色番茄块发酵 食客们吃完恐怕是要迎来人生的噩耗 接着老哥往锅中放入包浆土豆泥 轻松诱发顾客身体的多年晚几 锅中幽门螺旋赶军早已聚集 食客们吃下局部位置必定满目创意 就算是释迦牟尼再次吃完也很难化险为夷 随后老哥不慌不忙 在锅面徒手撒入爆橘辣椒面和白糖 在贴心加点红色姨妈酱供顾客品尝 化学元素也早已开始在锅中自由翱翔 顾客吃完 但弟弟在茅房里挺起胸膛 奋发突强 接着老哥拿起破伤风小厂开始不停搅拌 食材的色与味则被一拍两散 顾客吃完不仅裤裆粉香弥漫 当地的茅厕也会随着食客们的炮声哄响 逐渐开始变得硝烟弥漫 随后老哥拿出小电压箱底的舒服夹牌黄油 此黄油实际上就是30年的固态底沟油 老哥先切上几块给顾客润润喉 顾客吃完局部洞口处也将立即处于危机关头 老哥接着继续往食物上洒入大量香菜末 这红绿相间的颜色充满了神秘的诱惑 只是食客们吃完 裤兜必将迎来迷天大祸 在老哥的努力下 锅中食物最后也呈现出粘稠的形态 老哥说只准当场吃完 不准外带 顾客吃完恐怕纷纷都要在店里遇害 最后老哥拿出祖传42码擦锅包 对食物进行全方位试读 让顾客吃下对不通畅的肠胃 进行以毒攻毒 安心地在茅房里一边排毒 一边看完长篇小说《百年孤独》 这道鲜美爽口的菊报擦锅包沙拉已经做好 吃一口包你心里破防 吃两口让你荡气回肠 吃三口则让你快速进入加护病房 在大大的锅里面擦呀擦呀擦 用小小的脚丫 流臭臭的渣 这是印度乡村白糖加工厂 白糖本身很甜 成品带点足简 看完制作过程 你会发现七家十三口走得不愿 做汤前 老叔会亲自清洗大锅 因为有它 每一口锅都美中有足 倒入恒河水点着火羹 将装着水的大锅架在火上 从路边搬运带装白糖 穿过人头攒动的小巷 将其倒在大锅里开始对白砂糖进行熬煮加工 取出小木锤对锅中白糖搅拌 此时明显感觉到水分不足 需要继续加入恒河水或者洗手水 白色粉末明明可以直接的 但能洗手无疑是一种享受 锅中水分充足 为新老哥不断搅拌 在热量的加持下 白糖逐渐融化 变成一锅糖水 再继续熬煮 开始变得奶白 表面泛起的白沫 展现出圣人的状态 在另外的包浆大锅中 倒入粗糖大小不一的结块 想遇到水厚的洗衣粉 扛起刚刚熬煮的糖水 两位老哥走着企鹅不将其搬到锅边 倒进洗衣粉锅中混合在一起 混合着边角料 能让边角料发挥它祸害人的价值 从地面拿起小铲 将残余的糖水刮进锅中 接下来便需要两位员工不断搅拌 让水分逐渐蒸发 才能留下晶莹剔透的白糖 在不断地熬煮搅拌中 展现出十分粘稠的状态 这形状十分眼熟 是7加13口喝的那一锅 真让人跃跃于世 此时大家是否存在疑问 为什么白砂糖的原料是白砂糖 因为这是一家白砂糖加工厂 不是制造厂 那为什么不值接卖白砂糖 因为如果不加工 你根本吃不到咸咸的足味白砂糖 经过搅拌熬煮 锅中水分越来越少 逐渐变成了一锅洗衣粉般的白砂糖 当水分全部收干 便可以将其捞出 放出街边出售 看到飞行小顾客第一时间来光顾 就知道这东西应该能吃 视频一开始 局面就再次失去了控制 如果说你也爱吃油炸春卷 那一定不能错过印度的马沙拉春卷 因为它看似是春卷 实则是你朋友喷射的临界点 话说这是位于印度的拉西拉不停街区的一家油炸小吃店 如你所见 眼前这是一口拥有特殊涂层的百分百臂粘锅 其实也是有好奇心重的顾客来问过老板 这黄中带黑的特殊涂层是什么 老板却对此表示 你最好还是别问了 不过好在老板配菜准备相当充足 先将洋葱青椒胡萝卜和西红柿的混合品放入锅中 进行简单的翻炒 紧随而上的是满满灯灯的一大盆包菜 以及那看似可省实际是一点也省不了的手盐 虽然已经有手盐的加入 但是这么大一锅食材 光靠老板的手盐呢 肯定还是相差甚远的 所以老板只能额外再加入一大把粗盐 至于马沙拉酱肯定是不能少的 红色马沙拉酱 绿色马沙拉酱 透明马沙拉酱 黑色马沙拉酱 姜黄粉 以及最后的红色马沙拉酱 反正只要是和炒菜毫无关系的香料 都必须加入其中 颜色之丰富到都让人怀疑的是 想在锅里做一道彩虹 虽然此时酱汁的颜色有点像汉色 但这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加入面条和香菜碎 加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还不如不加 面对这么大一锅菜 作为顾客 你肯定会觉得老板的锅是不是炒不开 而作为老板 他肯定会觉得应该是明知道还来吃的你 才是真的想不 开往面粉中滋入一大泡三花淡奶 正当你要疑惑这足足一大盆的面粉 只加入区区小拌淡奶怎么够用是 这么一桶杆菌又未生的横河水 以及那鼻水还清纯的右手 吸引了全部视线 而看似谁都会其实没人不会的搅拌 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烹饪科学 只有先顺时针再逆时针的瞎搅和 才能将指缝间该有的不该有的所有的所有 一份不差的硬塞给每一个顾客 最后再用平底锅烙一下煎饼 仅需两分半钟 面皮就已经成型可以出锅了 简单包上之前的馅料 这么一份蔬菜卷就做好了 当然也可以选择用油炸的方式做成春卷 反正只要最后的马沙拉没少 其他的吃不吃无所谓了 毕竟在印度入口的东西是绝对改变不了出口东西的模样 那还不如干脆直接吃马沙拉 反正早晚出来的也跟马沙拉差不多 如果你怕长胖又爱喝果汁 那绝不能错过印度街头的芦荟汁 不仅能减肥 还富含多种违反生命规律的元素 也就是维生素 粘稠的液体在老板手中拉着 喝钱看似老板在拉 实在是喝完的你窜得稀里哗啦 你可以不喝 但是一定要请你朋友喝 话说这是位于印度的敢喝就敢拉街区 老板正在制作的是芦荟汁 在你还来不及反映桶中液体 为什么颜色如此漆黑的时候 老板谈笑间 就已经开始往里面注入了超级狠活 自然粉胡椒粉 辣椒粉味 精黑芝麻 酸梅粉 至于老板停下先收钱的操作 虽说看起来光明磊落 但一愣神的顾客却再也没了退路 在往里面洒入回香粉 马沙拉密制糖浆 以及杆菌又未生的横河水 反正是能当配料的都往里加 种类多的 让人怀疑这确定是在做饮料 而不是在搞笑 或许是想到食材的杀伤力过于巨大 小伙也是选择在整一杯漆黑的液体 准备稀释一下 虽说色泽如隧道半身的黑暗 却给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但是你要记住 这是印度 当你有了期望之时 正是你走向绝望的开始 液体在桶间穿梭 丝滑的让人难以捉摸 正所谓剪不断裂还乱 是粘稠 真是一番绝望在心头啊 不过该说不说的是 你想的是精神的绝望 但对于你朋友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肠道的释放 搅拌均匀之后 在小哥有力的拍打下 也是顺理成章的分成两杯 到这里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喝的 但毕竟到目前为止 还没看见芦荟的出场 所以小哥也是用破伤风小刀 相争性的刮住一大块芦荟胶 该说不说 加入芦荟之后 颜色的确是很神奇的变前了许多 随着老板不断的搅拌 旁边这桶百分百不纯的恒河水 也随之登场 也小看着一桶恒河水 里面可是承载了当地人 对肠胃的信任 对窜息的执着 以及对来世的渴望 不过也有好消息是 老板骑马是有戴手套的 但坏消息是 老板只戴了一只 从小哥麻溜的起跑式下蹲动作 一看就是经受过 肠道速滑的老顾客 或许你会笑他们窜得有始无终 但他们却会笑你肠胃不通 毕竟他们那里可真没有预制菜到处流通 眼前这个桶 是否让你感觉很眼熟 那如果用它做一份美食给你朋友吃 你是否愿意 我知道你愿意 所以不妨请你朋友吃一份印度垃圾桶拌饭 奏起曲忠人散 朋友好聚好散 即使这份菜名不好听 但垃圾都区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所以用料也得有一些新鲜的存在 剪切一些未成年小黄瓜 小到很光亮 且用上了砧板 这无疑是违背印度美食初衷的存在 再切一些番茄丁备用 干净的厨具 留下了悬念 为下纹垃圾桶的出现做铺垫 起到反衬的作用 紫色花纹桶的出现 勾勒出回忆的轮廓 或许是家的味道 又似宿舍的吵闹 铜散发出的味道 还在嗅觉中回荡 加入各种能吃和不能吃的食材后 抓起几把蓬化大米 往桶中放去 最吸引人的 无疑是一旁的大锅中 各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食材 此时老哥切割的不是佛鹅呢 而是炒羊干 带着淡淡的腥味 给拌饭去除一些垃圾桶本身的味道 将其切成小块后 刮入垃圾桶之中 接下来便是搅拌缓解 随着老哥右臂的搅动 各种食材和味道在桶中混合 垃圾桶永远也想不到 自己不仅能装垃圾 还能装黄瓜丝 番茄丁 辣椒丁 土豆泥 饮嘴豆等食材 虽然这些东西和垃圾没有很大区别 但这做出来的东西不再是拿去扔的 而是用来吃的 只是废物在利用的成功案例 也是一物多用的环保宣传 搅拌均匀后 半饭带着淡淡的垃圾桶气息 被盛出装在小碟子中 看着桶内壁褐色的污垢 我发自内心的 对它的遭遇感到悲哀 原本可以简简单单的装一些垃圾 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生 如今却落到此下场 悲哀哀哀 一碟垃圾桶拌饭已经做好了 看完这些搅拌的食材 这份拌饭或许能吃 但抛开食材不讲 这或许又不能吃了 可你不许怀疑 它能勾起你丢失的回忆 如果你的老六朋友是一个狂热的土豆爱好者 那么你一定要请他试试这份 来自印度街头的纯手蟹土豆泥 吃完不仅能让他感受来自裤裆的十万火急 最后还可以让他在茅房里读完精十字集 这里是印度拉西不会干事区 街角处的一家平民美食小吃店 只见小哥首先拿出一块土豆进行手动去皮 可以看到桌上的各种添加剂 也是摆放的整整齐齐 再用修脚小刀将土豆快速切割分离 当然小哥自己的手皮 也肯定是要顺带一起进行采集 接着小哥徒手往土豆块中手动榨入不明烟菜制 混合着咸尸手汗 这滋味就问谁看了还想吃 再将青辣椒桩入手动脚菜机里进行分尸 最后可以看见小哥继续又加入手屑 来了个顾忌重事 随后小哥再次使用祖传修脚小刃将洋葱去皮切块 只是同样混合着老哥手皮的洋葱块 再加入进盘中 这味道很难不奇怪 接着加入鹰嘴豆以及手汗柠檬汁 将各种气味进行掩盖 紧接着小哥又从一旁的可锈钢筒里 打捞出一勺深褐色极脂糖浆 再用干净又卫生的手指反复揉搓 这味道绝对会更加的苦涩苦香 再将糖浆一气喝成的倒入进土豆块中进行包浆 最后洒入蜜汁马沙拉和茴香粉 顾客吃下必定焊下乳酱 接着小哥徒手将薯片捏成碎片 周围时刻看见小哥直接用手搅拌 觉得是对自己的健康视而不见 小哥却说 你们那都是书生之见 我这公开透明的制作流程绝对是开诚相见 吃完即可解决大家的便秘顽己 让你们在茅房里打成一片 小哥拿出塑料口袋 对食客们的便秘做最后的排油解难 袋中放入绿色小碟 让人怀疑小哥到底是零 还是彪悍的猛男 依旧是徒手将这一滩碎渣土豆泥装进袋子 真是身手不凡 最后再来上些调料 吃完毕将让你在茅房里出入频繁 再进退两难 如果你的老六朋友最近想在茅房里感受一把肠道润滑 那么你一定要请他试试这份 来自印度街头的吃完不得不马上拉沙拉 吃下不仅能让他的裤装立马风雨交加 最后还能让他在茅房里成为史学专家 这里是印度拉满你的裤装市区街角处的一家平民美食小吃店 只见白胡子老哥将提前腌制好的酸辣土豆泥大勺咬进可锈钢盆里 接着再搭配老哥的手皮 将薯片揉碎进行干洗 手汗混合着手皮 这滋味实在是无与伦比 老哥接着继续往钢盆里又抓入几把洋葱碎和爆米花 再加入盐巴以及辣椒粉 顾客吃完毕姜窜的嚼喳喳 随后用一口包姜的蓝色脸盆装入鹰嘴豆泥 再倒入钢盆中 这娴熟的操作让周围的顾客看得是木乱精迷 接着老哥用茶杯往盆里相继加入72年以及82年的姨麻酱 两种颜色混搭在一起 看着和真的是一模一样 再继续加入不明是黄色高汤酱 此刻盆中的色彩真的是光芒万丈 随后只见老哥用大铁勺用力搅拌这锅呕吐物 不难想象吃完茅房将是食客们的必经之路 此刻小助手在一旁收钱动作敏捷轻车熟路 只有白胡子老哥贴心为顾客的菊花准备着穷江玉露 此刻付过钱的食客们站在摊位前开始焦急的等待 白胡子老哥总算完成制作 开始进行装袋 熟练的将马上拉沙拉装进透明的塑料袋 只是食客们吃下局部位置必将受到最大的伤害 老哥的装袋工作还在有序的进行 手忙脚乱看上去属实有些搞不赢 这是老哥却说 我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小本经营 不像其他卖家做出的东西 顾客吃完寸步难行 一货卖完 老哥此刻又继续重复一样的操作 不愧是祖传的配方 熟悉的配料 味道永远不会出错 此时周围的顾客欢悦地讨论起今天买到的绝顶美味 但殊不知吃完这小小的一袋 就足以将他们的膀胱干沸 万万没想到 八十年代的四川人 不愧是人人都吃得紧 不愧是人人都吃得紧 镜头一转 这是店内的厨房 身穿白大褂的大厨正准备制作招牌菜麻婆豆腐 只见提前处理好的豆腐 还有剁碎的牛肉粒 以及切好的葱和各种调料早已摆放在案板上 这样可以节约大厨做菜时间 同时还能提高做菜的效率 当铁锅中的热油和牛肉粒沸腾后 这时大厨便将豆腐给倒入其中 这种被切至四方丁的石膏豆腐 不仅在烹饪过程中容易入味 而且时刻食用起来也是相当方便 紧接着大厨将刚切好的葱段放入锅中继续煮 待到铁锅冒出腾腾白烟时 这时便要往锅中加入一勺水淀粉 然后用锅铲将其调成后制 紧接着还要往锅中加入搅碎的豆豉以及食用盐 随着各种调料的加入 这时候可以看到锅中的麻婆豆腐已是相当诱人 最后出锅之前再往锅中淋入少量增加香气的辣椒油 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麻婆豆腐就算是做好了 辣椒的红艳和豆腐的白嫩 看起来十分有食欲 就连隔着屏幕都止不住直吞口水 而此时在餐馆等候多食的时刻 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纷纷来到窗口掏出粮票进行购买 只见视频中的这位大叔 光是一人就购买了两碗 可见当时的四川人有多喜爱这道美食 而透过店内其他食客们吃豆腐的场景 也可以看出当年虽然物质匮乏 但用纯天然食材做出来的菜品 却能让每个人都享受顶级味蕾 最后这一桌的时刻 桌上还摆放着一瓶啤酒 不得不说美食搭配啤酒 生活无比 需选取一坨土猪的后腿肉 清洗干净后 随即把猪肉放入铁锅中烹煮 烹煮的同时还需往锅中加入姜块 葱花以及花椒 这三者不仅可以增加猪肉的香味 而且还能将肉类中的腥味去掉 从而使其更加鲜美 煮至皮软能将筷子插入时 方客将其捞出 紧接着大厨手握祖传菜刀 并将煮好的猪肉放至案板上 随即用它娴熟的刀法将猪肉切片 透过视频可以看到 大厨不仅把猪肉每一片都切得很薄 而且厚度均匀皮肉相连 切好的猪肉装盘备用 接下来便是处理配菜 正宗的回锅肉配菜单一 仅有蒜苗一把而已 大厨将蒜苗斜着切成长截 之所以是斜着改刀 其是方便入味 其二是均匀熟化 其三则是美观呈现 不得不说八十年代大厨做菜真是细节满满 煮料和配菜都处理好后 最后一步便是烹饪环景 待锅中猪油烧开 大厨将肉片放入锅中煎炒 而这一步猪肉的重新回锅 也正是回锅肉这道名字的由来 随着猪油接触肉片 锅中也不断冒出滋滋生效 待肉片被炒至缩卷时 大厨便将皮线的豆瓣酱给加入锅中 有了豆瓣酱的加持 这时可以看到 锅中的雪白肉片也开始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随后再加入一小勺甜面酱继续翻炒 翻炒均匀后 紧接着把酱油也给搞里头 待三者充分融合 这时便将蒜苗倒入锅中 大厨继续使用铁勺快速翻炒 为了展示自己的高超厨艺 大厨还在镜头前表演起了颠锅 娴熟的颠锅演示 也足以看出大厨的确有两把刷子 翻炒至蒜苗断生时 这道正宗的回锅肉也就算是做好了 透过视频可以清晰地判断 回锅肉外观色泽金黄 放入口中飞而不腻 可谓是下酒和干饭的王者存在 这功能是下酒 我们继续在 madra north 铁勺 大厨往油锅中加入葱姜末爆锅 而后将醋和料酒倒入锅中搅拌均匀 这时便可将大厂也倒入锅中 随着大厨高超的颠锅技术 熊熊大火瞬间在锅中焚烧 待配料彻底融入大厂后 便可将其盛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大厨将一大勺白砂糖加入油锅中 为了防止糖糊粘锅 大厨需用铁勺快速搅动 直至将白砂糖炒出血红色 方可重新将大厂倒入锅中 期间依旧是使用铁勺不断翻炒 随着锅中温度不断升高 白嫩的大厂被血红的糖色包裹 色泽红润的大厂看上去十分诱人 待大厂和血红的糖水完全融合 接着大厨便往锅中倒入适量高汤 同时洒入食用盐并淋入花椒油 然后就是用铁勺慢慢搅动将三褶靠入味 伴随着锅中温度升高 汤汁不断被大厂吸收 而此时锅中也已是相当浓稠 最后出锅之前 大厨将一小撮味精还有胡椒粉撒入锅中 随即大厨轻微搅拌 然后缓缓转动铁锅使其充分融合 这时透过视频可以清晰看到 汤汁已完全被大厂吸收 如此一来 这道酒转大厂也就算是做好了 酒转大厂外观馋忍 口味更是酸甜香辣 在当年深受富人青睐 酒转大厂 酒转大厂